李丸 《红楼梦》中的金灵十二柴之一 从表面上看 李丸是一个温柔仁慈的女性 但刘兴武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 认为在高厄的续作中 没有真正理解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的构思 李丸的形象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完美 刘兴武先生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著名作家刘兴武先生为您讲述 《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敬请关注第十集李丸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丸是金灵十二柴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女性 表面上看 她的形象完美无缺 但刘兴武先生通过对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前八十回文字的研读 认为在曹雪芹遗事的八十回后的内容中 会写到一对很旧奸凶 差点把王熙峰的女儿乔姐卖到妓院里 这个奸凶不是李丸 但和李丸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小姐的事件中 李丸人性当中的入点 乃至他人性当中的阴暗面会展现出来 刘兴武先生认为 高恶所剧《红楼梦》完全曲解了曹雪芹的远比远一 把这个奸凶派给了别人 也没有表现出李丸这个人物形象的另一面 刘兴武先生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让我们同刘兴武先生一起走进《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第十集 李丸之旅 李丸这个角色呢 过去有一种说法 说《金丽十二猜》里面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谁呢 就是李丸 这个说法 如果你像志愿灾一样 通读过全本《红楼梦》 你就应该改变这个看法 即便现在你读的是通行本 那么如果你仔细推敲第五回里面 关于李丸的判词和他那支曲 你也应该怀疑高沃后面所写的那些情节是否对头 高沃后来就没怎么写李丸了 确实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李丸这个人完美无缺 咱们先看看前八十回里面 有一些曹雪芹已经点出来的 关于李丸不完美的这些说法 你应该重温一下 琢磨一下 比如说 在李丸的判词里面有两句 叫做 如宾水好空香度 王与他人做笑谈 这难道是赞美吗 特别是最后一句 就算你李丸最后的结局比较好 因为从第五回的那些暗示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儿子贾兰 后来是中了科举的考试的舞举 并且当了高官 因此李丸也成了告命夫人 那么这样一个似乎很完美的结局 却被曹雪芹看见为王与他人做笑谈 别人对他们并不佩服 并不羡慕 反而去讥笑他们 这是为什么 那么刚才我说两句 前的那句 历来 句诵纷纭 解释不一 什么叫做 如宾水好空香度 其实这句话不难理解 就是在八十回后会写到 假释宗族 最后是呼啦啦大煞气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府里面的人的命运就出现了分流 本来他们都是样的 都是水 但是有的就被冻成了冰 还有的 居然它还是以水的姿态存在 还可以流动 所以冰和水之间 虽然本来是同质 质量的质 那么现在互相之间 却产生了隔阂 甚至于冰就会来嫉妒这个石 这个水就不去顾这个冰了 他是讲这个命运的分流 下面有人皱眉头 说命运分流 说你前面讲了半天 跟我明确了一个原则 就是说皇帝如果打击这家人的话 最后如果定了罪名 那包括罪者的正妻 侧使 以及所有的这些 府里面的这些 仆人 都要面临一个或打或杀或卖的命运 如果假设宗族彻底崩溃的话 李丸他凭什么他就能够例外呢 很多人不理解 这就必须要探讨李丸这个角色有没有原型 为什么做的会写成这个样子 李丸这个角色应该是有原型的 当然从原型到书里面的艺术形象 作者进行了特别多的艺术加工 正至于就背一会儿来说 都把它放低一本来写 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说生活当中的情况 就是曹雨晴他们家 他的祖父那一代 曹寅 做江陵之灶 曹寅 深得康熙皇帝的宠爱 他们俩可以算是发小 但是曹寅后来得了劣迹了 要死了 消逸传到京城以后 康熙就急得不得了 康熙就派易马 马不停蹄地给他送金鸡蜡霜 当时皇宫里面有这个药 这是特效药 但是曹寅这个人没有运气 易马赶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掉了 按说他死了 曹寅派另外一个人来做江陵之灶 不就结了吗 康熙以前比如说顺治时期 皇家定下的原则 像江陵之灶这种植物 是不能实习的 没有道理实习的 可是康熙皇帝 他既然做了皇帝 他喜欢曹寅 他就任命曹寅的儿子 曹庸继续担任江陵之灶 他皇帝 老规律 他可以破 他喜欢曹家 那么曹庸当了江陵之灶以后 康熙很满意 康熙在他后来留下的遗言里面 有关于对曹寅和曹庸的高评价 评价很高 我在这不引用原文了 现在公公档案里面可以查到 但是曹庸 也命短 没当几年江陵之灶 他又死了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局面 曹寅再没有亲儿子 可以来接替江陵之灶 康熙因为爱曹家到什么地步 说那我也要曹银这一支继续的来担任江陵之灶 那么就让李旭去找一个合适的曹家的曹银的侄子 过继给曹银的未亡人就是李氏 来做儿子 来继承家业继续让江陵之灶 这就是曹福 找了一个过继子曹福 那么我多次告诉你 李氏 就是李旭的妹妹 他嫁给了曹银 他在书里面 就构成了贾母的形象 贾母的原型 就是李旭的妹妹 就是曹银的妻子 那么现在你就应该想一想了 曹银死了 李氏是一个寡妇 那么曹银和李氏 他们的儿子曹银又死了 曹银的妻子也就成了一个寡妇 曹银的妻子姓马 叫马氏 这个马氏 他的命运是非常凄惨 本来他住在江陵制造府的 主建设群的政堂里面 他是制造夫人 对不对 可是丈夫死了 皇帝任命了另外一个姓曹的人 带了他的妻子 到这来当江陵制造了 他就得从镇房当中挪出去 他就失去了江陵制造夫人的这样一个身份了 曹福和他的夫人就成了江陵制造和江陵制造夫人了 成为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曹福 但是曹福他刚上任以后就给康熙皇帝写了奏折 说到了他的嫂子马氏情况 他说嫂子现在怀孕着 就是成孙死了 但是遗下了种子 他可能生下一个姨父子 他说万一这个孩子要是一个男孩的话 那么我这个哥哥等于他也就有后人了 他给康熙皇帝打过这样的报告 但是后来我们在故宫党里面就查不到有关的新消息了 我们可以查到很多曹福 后来又给康熙写的报告 以及康熙后来在曹福的奏折上所写的批语 但是就没有关于马氏 究竟生没生孩子 生的男孩女孩 生产情况如何 生下了以后怎么样的 有关的后续新闻消息就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必要把有关这样一个文件 把他给销毁 藏匿 这不算什么 因此可以推测出来 这个马氏非常不信 他要么就是流产了 要么就是他生的只是一个女儿 要么就是他生的儿子 儿子也没有养大 他是一个寡妇失业 很可怜的一个人 当然根据过去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 他为了延续曹庸这一支 他也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去领养一个男孩 作为自己的儿子 母子互相扶持 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大家听明白了吧 生活当中有过这样的情况 刘兴武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分析 结合史实资料 认为《红楼梦》中李丸这个角色的人物原型 就是江陵之灶曹庸的妻子马氏 刘兴武先生认为 曹庸死后 马氏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景 被曹雪芹搬到了小说中 就成了李丸这个人物形象 那么除了推敲史料 刘兴武先生在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 还找出了什么证据呢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书就会发现 书里面对李丸这个角色的定位和描写 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 因为如果李丸 他确实是贾政和王夫人的大儿子的儿媳妇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府里面 如果王夫人忙不过来 管家管不过来 他要托付给一个可靠人来管这个家 他应该交给谁 他就应该交给李丸 而李丸不用他婆婆说话 自己就应该挺身而出 对不对 说外的事情他不用管 对不对 但是丫头婆子小姐公子的生活 整个府里面这摊业务 他应该当人不让 可是书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说一个很怪的现象 他像哭不死灰一样 对整个家族的事情不闻不问 那么整个龙光府的府地的管理权落在谁手里 落在庞系 落在贾舍的儿子儿媳妇 实际上就落在儿媳妇 就是王熙凤的手里 但是王熙凤并不以为自己串了谁的拳 而李丸自己也并不觉得别人占了他的胃 那么从书里面 咱们就书里面人物关系 就人论人 就事论事的话 这是很奇怪的 同时 书里面又写到有一次 李丸跟王熙凤两个人对话 那么 王熙凤突然就说起来 说起这个府里面 每个人的月银的供应 就是每个人要领一份 等于是官方的补贴 那么就出现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 就是我们发现 李丸所领的银子是二十两 比王熙凤多四倍 跟谁相等 跟贾母和王夫人相等 这要旧书论书 旧书里面的诗论事 这个情节设计是不合理的 说你一个儿媳妇 一个寡妇 你怎么可以你的经济上的待遇 跟府里面的府主 跟你婆婆 跟你太婆 画等号 没有道理 而且王熙凤还说 除了这份供应以外 他还专门有地 府里面有部分地属于他 每年还领地珠子 他和贾兰的生活是很特殊的 他们的待遇是很特别的 因此你现在想一想 刚才我讲生活当中那个情况 再想一想书里面描写 因此我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不能说李丸的原型就是马氏的话 起码李丸的身上有马氏的影子 有很深的影子 如果你把李丸想象成马氏 就一通百通 怎么叫一通百通 江林制造府 来了新的府主带着夫人 你搬到旁边去了 但是你的待遇能够削减吗 你原来是夫人的待遇 你丈夫死了 所以说你就才失去了制造府夫人的地位 对不对 你又没犯什么法犯什么罪 皇帝虽然任命了新的江林制造 带着夫人来了 你让到旁边了 你待遇不能变 听明白了吗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生活当中李氏还在 他有了新的儿子 儿媳妇了 而且是皇帝指定的 皇帝同意的 那么这个儿媳妇 相对应就是书里面的王夫人 她来管理家庭事务 她把自己的外侄女找来支撑自己家庭 你马氏你没话说 对不对 你退出这管理层了 待遇不变 是不是 所以从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 我们来思考一下 对到小时候那些描写 就会感觉到曹雪芹他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候 他心中是有一个原型的 他只是把他的辈分放低一辈来写 通过细读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前80位内容 刘星雲先生发现了李丸在甲虎中奇怪的地位 他拥有可以管理甲虎大家庭的身份 但却并不管事 可是每个月所领的月银居然跟甲虎和王夫人相当 刘星雲先生认为 《红楼梦》中对他奇怪的描写和现实生活中马氏的情况吻合 而且刘星雲先生还在书中找出了另外的证据 那么刘星雲先生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那么还有一笔就更有意思了 就是第二十二回 二十二回是过元宵节要治灯迷 那么要进行家宴 这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候 家庭团聚的时候 当然贾母她在做 小说里面的贾政王夫人 还有包括林黛玉什么都在 宝玉不孝说当然也在 贾桓虽然贾政不喜欢她 家族团聚她也得在 是不是 李丸因为她是书里面的安排 她是王夫人的儿媳妇 所以她写得很对 她当然也在 是不是 谁不在 贾兰不在 第二十二回写成这个样子 而这个按说的话 你写得不对 不要说他们那样的贵族死地 很讲着规矩 小家小户也讲着规矩 是不是 大家团圆 你怎么能不来 书里面的了解特别古怪 然后就说贾政官发现蓝戈不在 就说蓝戈怎么不在 大家就问怎么不在 李丸他跟蓝眷不能在一个空间 他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就站起来表示尊重 他就回答 李丸笑着回答 所以因为他说老爷没叫他来 所以他没来 这怎么回事 叫如果没有生活原型 一个虚构的小说 写个风险大家庭 你不能这样写 太没道理了 是不是 按书里的人物设计 贾兰是贾政的什么呀 是亲孙子呀 而且贾兰那时候是不懂事的小孩吗 不是 贾兰那时候已经读书 知书实礼了 是不是 他为什么不来 我觉得就是因为 曹晓写写这个场景的时候 他是根据生活当中真实情况来写的 在生活当中 大家想一想 如果马氏他没有生下曹庸的遗父子 或者生下了以后夭折了 他抱养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跟他来说是亲母子关系 对不对 可跟曹夫来说有没有选关系 没有选关系 曹夫名义上是他的叔叔 听明白了吗 叔叔家进行元宵的团聚 你没叫我我就不去 是不是顺利成章 对不对 是吧 各家门另家货 咱们不是一家子 是不是 所以 这些地方都是逗漏出来 在小说描写所依据的原型和生活场景上 作作所根据的 是我刚才都讲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况 是马氏的那些情况 马氏为什么他必须去 如果只是曹夫和曹夫的夫人 他们进行家宴 如果上层婆婆死掉了 他也可以不去 你明白吗 是不是 你是另外一家人 但是上头李氏如果还在 你的婆婆还在 你葬了死 你婆婆还在 你要不要去 他要去 他要去 他儿子没去 为什么 追问时候 他不紧张 按说李氏是一个小说里面设计 她是一个国子间祭酒的女儿 是特别懂李的 对不对 按说一问应该惶恐 你怎么搞的 不懂礼法 但是他笑的说 为什么 因为生活当中的马氏就可以笑的说 是不是 不是你们家的 你请他就来 你不请他就不来 当然这个小说里面就后来写说 说这个孩子蓝根真是流行古怪 就派贾桓和其他人一块去把贾兰就请过来了 贾兰这才过来 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 有一些对李丸不符合场景的描写 刘兰武先生认为 这是因为小说中李丸的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曹荣的遗孀马氏 而在小说中李丸在贾家遭到抄家以后 他遭受的牵连最小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马氏在曹家遭到抄家以后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牵连呢 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况也是这样 就是当雍正夺取了王位之后 他第一步对曹福没有马上把他摧毁 他是把他交给一个叫宜兴王来看管 就等于这样 他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重点监视 而且给他写的奏则上的批语非常严厉 先这么治他 到了雍正六年 他正式把曹福定了罪治了罪 他有一个过程 书里面写假是宗族的毁灭 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想一想 雍正他对曹福下手 他是可以毫无顾忌的 因为康熙后来对曹福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在康熙后来留下了这些奏则批语 以及康熙的他的起居住 圣主十路当中 都没有什么对曹福的肯定性的这种评价 而且当时曹福自己又非常的不得体 后来通过一个所谓骚扰一战的事件 被抓住了把柄 就给诊治了 但是雍正他继承了康熙皇位 他得达出一个什么姿态 就说我是父王的一个最好的继承人 我处处遵照我父王的意思来做事 我是他所有人当中最像他的一个 那么他的父王对曹英那么好 他能够对曹英的遗孀 完全翻脸决心吗 他是不能的 他的父王对曹庸 有非常正面的评价 而且记载下来 他对马氏 他能够跟曹福和曹福夫人一锅主吗 他不能 听明白了吧 所以写到书里面 虽然李丸的辈份降了一辈 他这样来写 但是他根据生活真实当中情况来写的话 他写就是如冰水好空香度 书里面的贾政王夫人 不消说还包括什么贾舍 行夫人 乃至于贾政等等 都犯了重罪 都成了兵了 但是有的同一个家庭成员的 跟他们按说是一回事的 却还是谁 谁李丸和贾兰 因为他们的原型是被雍正尊重的 有明确的档案记载 就是在雍正治曹福罪 把他调往北京治罪 叫家号失重 这个情况下 雍正还不忘 说要在北京 让负责抄家的官员 给李氏和马氏 留下一个院落来居住 来供养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 父王 曾经对这两代人的男性 给予充分肯定 那么后来有人就考译出来说 这个院落就在算是口 就根据曹家这个史实 咱们不去细讨论 那么当时整个贾府其他的人都不行了 只剩下道乡村的李丸和他的儿子贾兰 还幸存 并且通过前八二回描写 你知道李丸是很吝啬的 李丸这个人 当然他也很宽厚 也很慈爱 他也会写点诗 对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也都挺好 但是在花银子上 他很吝啬 他一毛不拔 他之所以去跟王熙凤对话 引出王熙凤关于他的月供一世二十两的议论 就是王熙凤说他 说你们现在要在大观点办施舍 你一大嫂子领着这些弟弟妹们玩玩 能出几两银子 你都舍不得出 你还问我来要银子 王熙凤当时开玩笑的口气 可是这个玩笑里面也有真话 李丸在经济上他是很算计的 他为什么要算计 大家想想生活当中的马士 他能不算计吗 他必须得算计 他得给自己留后路 不要说遭受打击 他得留后路 不遭受打击 曹福继续当了将军之灶 他也得留自己的后路 是不是 不是一家子 对不对 那么本来李丸有点吝啬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八十回后 在我现在所讲到的情节单元里面 会发生一件什么事 但是就是出现了贾富被打击 乔姐因为她未成年 在这过程当中 她的命运特别得不到保障 于是就有她的很旧 亡人 按说是青骨肉 他居然把他要去卖到妓院 虽然她年龄小 但当时那些妓院是很狠的 领来小姑娘先让你干活 养大了让你接客 是很残酷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 刘姥姥发现这个情况 就要救小姐 救她的一个手段 就是要拿银子来赎 那么银子从哪出 想来想去有一个出处 就是李丸这 因为乔姐跟你也是至亲骨肉 按书里描写的很轻 对不对 那么找到了李丸和贾兰 李丸可能不言声 贾兰就表现得非常不像样子 就心非常之狠 就一毛不拔 贾兰是乔姐的什么 凶 凡是草子头的 跟乔姐都是一辈 对不对 这个奸凶不是别人 就是贾兰 那么高沃 他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贾允 就万万不对的 贾允在小说前面 你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 贾兰仔有很多评语 是给予他高度评价的 贾兰仔是看完全本的 而且贾兰仔还告诉你 贾允到最后 王熙凤和宝玉被抓进监狱以后 还去探监 还藏意探安 还有这种行为 是个好人 更何况贾允和林洪玉 小红爱情故事 记不记得 是很感人的 这是两个有良知的人 贾允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会成为一个 坑海乔姐的奸凶 不会这样的 那么栽在贾强身上也没有道理 凤姐对贾允是有恩的 这且不说 凤姐对贾强也是非常依赖的 当中风月宝剑的故事 贾润也一段记不记得 谁是凤姐的帮手 就是贾荣和贾强 而且书里面有关于贾强的正面描写 贾强这个人是懂真感情的 他可能一开头是玩弄旅行 到最后他懂真情了 他跟林官之间最后是有真正爱情的 那么在前八二回末尾写到十二关遣散 当中就没有写到林官的去向 八十回后就会交代出来 是贾强把他熟出来 贾强跟他回来另外过日子去了 贾强不会做坑海乔姐的事 那么使得乔姐几乎陷于火坑不能拔出来的 就是贾兰 明明有银子 关键时刻就是狠心不拿 刘敬先生认为 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 提到了差点把王熙凤的女儿小姐送进妓院里的很旧坚凶 其中的坚凶不是高恶在叙述中提到的贾云和贾强 而是李丸的儿子贾兰 而李丸在这个事件中也显露出了他人性中的阴暗念 那么刘敬武先生这样认为的根据会是什么呢 那么我这么说 究竟有没有根据 是有的呀 你仔细去读那个《十二支曲》里面的 关于这个李丸的那个唱词 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 也需要因子鸡而孙 这是很重的批判语言 很多读者读的时候不仔细不仔细看 李丸哪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曹雪芹笔下他的设计也好 他写完了那个全本也好 对李丸他哪里是从头到尾都去肯定他 他后面要严厉的批判这个李丸子 在前八会里面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李丸他击鼓防击 本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 因为他得考虑到他老了怎么办 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 那么你击鼓防击 你为自己将来考虑 这是说得通的 可是世道临头需要救人的时候 也没有要求你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 是不是 你要拿出一部分来 是不是 你亲戚瞧解 马上就要灌在窑子里面了 这女孩就毁掉了 你积点因德行不行 你自个儿不积德 你给你儿孙积积德行不行 李丸就没有积这个德 所以才有这句话叫做 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 也需要因至 因至就是过去的迷信的话 就是你要在阴间在那 你也要存下你的积蓄 这个积蓄不是金钱 是你的善行 你的好的行为 但是在八十回后 在九十一回到九十九回 这个积蓄单元里面 就会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一个积蓄 就是我们发现 我们一直以为是一个温柔敦厚 慈面善心的李丸 但是在人生的这样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上 他不愿意拿出钱来 他装容作哑 就他的儿子贾兰出面 等于就把来求救的人敛出去了 一毛不拔 乔姐就险些 真成了咬紧了 你说这积德不积德 是不是 您不积阳德 您积点阴德行不行 这是很厉害的批判的语言 那么李丸居然就是这样一种表现 他在关键时刻一毛不拔 不积阴德 还是让人觉得好笑 更何况 根据叛词和曲子里面的暗示 可以知道 李丸也没有真正想到大福 可能是他儿子刚刚那个话 高升 他刚刚这个话成了高明夫人时候 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说 寒心如苦培养这么一个儿子 一毛不拔的积攒财富 到头来 他的一生也是很好笑的 这就是曹云笔下的底腕 那么到此为止 我就把金林十二猜政策当中的十二猜 通过梳理八十回后的真故事 就都讲到了 但是八十回后的真故事 还要继续往下讲 那么在贾府被彻底摧毁以后 我前面已经多次引用志愿灾的批语 告诉你 有一个重场戏 他发生的空间是在御神庙里 出场人物 有王熙凤 有贾宝玉 这不稀奇 因为通过前面讲述 知道他们都是最佳的成员 那么还有倩雪 还有西人 还有小红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叫做御神庙 在御神庙发生些什么故事 曹耀欣会写到些什么 请听我下一讲 贾宝玉 王熙凤 《红柔梦》中贾府的两个风云人物 刘兴玉先生认为 在贾府衰败后 他们人生的女孩会转移到御神庙 然而在高厄的叙述中 对御神庙这个重要情节 却知自为替 那么御神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贾宝玉和王熙凤在御神庙中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人情冷暖呢 著名作家刘兴玉先生 为您讲述 《红柔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敬请关注第十一集 御神庙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